深夜超商内,帽子男走进收银台,手持水果刀,准备行抢。 两刀威胁店员,要他交出所有现金,店员无力反抗,乖乖蹲在地上, 抢匪翻啊翻,只翻出四张白元钞票,随手再拿了几样商品,接着快闪逃逸。 店员赶紧寻求协助,但这时范贤已经往巷弄奔去, 跨上U-bike,骑车逃逸。 整起超商抢案发生在6号凌晨,台北市长安西路上, 嫌犯行抢后,骑单车往南逃,把U-bike在市民大道上的租借站还车, 接着改达小黄到西门町泡三温暖,没想到逃不到8小时就被逮捕。 嫌犯挑选半夜时段,持刀闯入超商行抢,警方从他的手法和特征发现, 原来他在十多年前就是一名恶名昭彰的超商大盗。 54岁的毛姓嫌犯,过去千颗累累,2006到2007年间, 在双北地区持菜刀连抢12家超商, 若往后被重判20年, 劳里蹲了13年,好不容易假释出狱, 又因为缺钱再度行抢。 过去的菜刀大盗,假释后改拿水果刀刑抢, 二袭难改的毛姓嫌犯,8小时就落网, 监狱恐怕就是他的下一站。 记者阿公呀麦陈玉璇SNG小组台北报道。